这几天已经有机具进驻 人形路桥的部分结构也在进行拆除工作 这座位在海滨里扶龙宫旁的路桥 少说也有20年的时间 但是因为年久失修加上使用率不高 因此也正在进行拆除工作 如果说这个天桥应该有大概有20几年 虽然说不常在使用 但是在工部门那边有说 他们有去做测试过说是围桥 然后必须拆 那当初也跟预言相关跟律委 都有相关在关心这一点 也希望说不要拆 如果要拆的话要配套方案 如果没有配套方案的话 造成民众来往比较不方便 当地里长就说 这座路桥虽然使用的人不多 但是对于滨海公路车多的情形下 却是最安全的通道 不过因为已经判定是围桥必须拆除 因此也在拆除前 要求相关单位做好配套措施 以维护民众同行安全 然后呢工部门这边就做在 围黎巴那边做一个行人步道 然后在38号一个檳榔滩那前面 我希望说那个红绿灯不要在假日 希望在假日不要把它用闪黄灯 因为这样会造成民众更加不便 希望相关单位要去关心这一点 那这个路桥配合我们市政府一个减量工程的施作 那未来将把这个路桥拆除 那这个路桥规划在8月7号到8月8号的晚上11点到6点 这个时间会做管制 会做主体量的一个吊挂 那这个部分也提醒用路人 经过这一个路桥就是提早改道 瑞芳区区长就说 这座路桥未来将陆续拆除 目前规划在8月7号夜间11点到8月8号上午6点 进行路桥主体吊挂拆除作业 届时道路将进行管制措施 请民众要多加留意 介续成为瑞芳采访报道